幾乎都是南霸天啊 都是南霸天 幾乎都是 這裡我知道 這裡 你怎麼知道 這裡很有名 我知道你要拍什麼了 拍什麼 全台第一個開機的寶生大地 就在這 不是啦 答對了 我跟你講這個也是很厲害沒有錯 而且它非常非常靈驗 我跟你講很多的有沒有 這個很多節日啊 這邊都有很多節慶 但是說不知在旁邊有一家這個冰店 我跟你講 它如果說它是第二 沒有人敢說它是第一了 這個你可以用好久喔 你真的很敢耶 等於是剉冰的故鄉啦好不好 如果說到冰 就一定會想到它就對了 對 而且你知道嗎 每次來啊 它外面人都很多 而且你看 是不是 你們都是 嗨 哈囉 有位子嗎 沒有 好吃嗎 來... 我們先進去 人進去... 看起來很好吃耶 今天我們運氣算好 今天算人少對不對 對 算人少 今天比較好對不對 OK... 走... 好 每天人潮不斷傳奇兵店 這間位於中西區的40年老冰店 不用我多說啦 已經有名到外國遊客 會拿著雜誌指定要來吃這一家 每逢芒果季和草莓季 路過這家冰店 就會看到門口滿滿都是人 在地人的朋友跟我說 常常平日想吃 也因為生意太好而吃不到 古早味 當然 我跟你講講 講到冰有沒有 冰的風雲榜就一定要來這邊 先吃這個番茄好了 先吃這個 這是南部特有的 南部特有的 對不對 沾那個薑泥醬油 我喜歡它的薑 它的薑有一點微微的刺激感 但是不會太辣 就會不會辣到讓你嗆口或是嗆鼻 甜甜的 然後帶有一點薑的辛辣味 跟那個翻炒粉的味道 對 超搭的 對 超好吃 人家說台南是美食的天堂 真的是 Come on 當然要先來一盤薑糖番茄啦 南部特有的吃法一定要試一次 可能很多人對薑的印象是嗆辣 但這裡的醬料加上甘草粉的調味 其實很溫和喔 和番茄完美搭配一點都不衝突 紅豆布巾牛奶冰 它很像是一個火山 然後它的岩漿就是紅豆泥 而且它上面這個布丁是烤布丁 古早味啊 來… 他們選那個萬丹的紅豆是有特別選 因為它成本比較高 然後它品質也比較好 它紅豆是帶和的 吃起來裡面綿綿的感覺 而且重點是你知道嗎 它外面是剉冰的 它的紅豆吃起來裡面 還有點溫溫的 好吃喔 好幸福喔 老闆下重本選用萬丹 紅豆帶殼的紅豆吃起來 飽滿又紮實 搭配布丁和煉乳不敬 讓人迴響到小時候 每到夏天就吵著要吃冰的日子 哥 吃的都是回憶啊 芒果牛奶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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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芒果冰沙沒人餅 對…不是 現在吃到一盤的時候 裡面比較沒醬 可以倒下去 沒有醬 新鮮的芒果醬 對…新鮮 我們自己打的 自己打的 它這個每個都是 不是芒果粒耶 是芒果塊耶 對… 這上面現在有一顆多的芒果 而且老闆之前有說啊 他說他們有時候 就是會放好幾種 三四種不同的芒果上刀 七月那個品種叫做 烏香 蚵香 金黃 艾紋 香水 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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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湯一號 爆漿啊 然後你吃到剩到 對…可以先倒下去 白冰的時候 就撒這個芒果醬下去 對… 聽說就是你如果 六月來這邊吃有沒有 它是要抽號碼盤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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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就不用了 只要你抽三點半 有人來是吃不到的嗎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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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來喔 對… 妖魔高頭啊 這麼大一碗耶 這個份量 這個價錢 難怪生意會那麼好 老闆說用好的食材 輕盈的價格 讓大家吃得開心 最重要 實在是讓我太感動了 決定每年夏天都要來這裡 吃一碗芒果牛奶冰 小人